第一百集 二少奶奶,要不要再加点热水? 银柳试了是水温,询问道。 林兰捞了一捧玫瑰花瓣,往手臂上磨,惬意道。 嗯,不用了,这样刚刚好。 这几天真是累得够呛,药铺里生意红火不说, 她也是四处赶场,现在她已是多维观太太的美容顾问, 快分身乏术了,还要制作保宁丸什么的, 九千颗药丸换一块玉刺匾额,她真有心虚, 所以这次她打算再追加九千颗。 二少奶奶,咱们药铺的生意虽好, 但才开张一个多月就捐了这么多药, 而且那些付不起药费的您都给人免了, 这一传十十传百的,没钱的都来咱们药铺看病, 这样下去,岂不得亏板? 银柳一边拿了细棉帕子, 把二少奶奶擦背,一边发牢骚, 林兰笑道, 我这是秉承失讯,既是旧人嘛, 难道还想眼睁睁地看着穷人, 因为没钱抓药,就得忍受病痛的折磨, 并因此而丧命吗? 嗯,可是天下穷人这么多, 二少奶奶您就记得过来嘛, 说不定还有些人是装穷来蹭药的, 银柳反驳道, 林兰默默, 你说的也有道理, 不过,我打一开始开药铺, 就没想过从穷人身上赚钱, 榨干了他们也没有几滴油水, 你放心吧, 我心里有数, 做好人也得在我可承受范围之内, 哼, 银柳, 你少奶奶精明着呢, 哪里会做亏本生意, 林兰语掀了软帘走进来, 林兰赶紧身子往下沉, 皱眉道, 诶, 你怎么进来了, 我在泡澡呢, 银柳呼道, 哎呀, 奴婢忘了, 猪妈让奴婢过去一趟呢, 说着, 赶紧起身朝二少爷扶了一身, 麻溜地退了出去, 哎, 我这还没洗好呢, 林兰急嚷了起来, 回应她的是, 支压地关门声, 林兰心骂, 这个叛徒, 林兰影笑呵呵道, 银柳是越来越机灵了, 林兰白她一眼, 父亲今日没有什么要事吗, 这么快就把你放回来了, 附近有客来访, 就让我和大哥先回了, 林兰影说话间, 已经宽了衣裳, 跨见了玉桶, 林兰让了让, 抱怨道, 想好好泡个澡也不行, 林兰影扯过棉帕子, 嬉皮笑脸道, 哼, 为夫伺候你还不好, 有这样待遇, 你该偷着乐了, 林兰推了她一把, 去, 去去去, 离我远点, 咱们各泡各的走, 林兰影失笑, 哼, 我又不会吃了你, 要吃也是你吃我, 林兰面上一红, 大眼瞪过去, 嘟弄她, 越来越没正经了, 你想哪儿去了, 不是每次都是你咬我的吗, 你看, 这里还有证据, 林兰影扯着肩膀上的一圈牙印, 以证明她的无辜, 是某人自己思想不纯洁, 想偏了, 林兰恼羞地拍了她一脸水, 叫你坏, 叫你坏, 林兰影趁势一把将人拉进怀里, 朗声笑道, 呵呵, 好了, 好了, 我闹了, 给你说件正事, 呸, 少拿正事敷衍我, 林兰震了一下, 林兰影严肃地警告道, 别乱动啊, 擦枪走火我可不负责, 感觉到身下已是顶了根铁杵, 林兰也不敢造次了, 撑着她的肩膀, 与她保持距离, 板着面孔, 你不是要说正事吗, 我吸耳恭听了, 快说, 林兰影瞧她那瓷白水嫩的肌肤, 也不知是因为害羞, 还是被水汽蒸了的缘故, 透着一片翡红, 云蒸霞味的, 宛若熟透了的樱桃, 格外诱人, 想到过两天, 便是她的小日子, 不禁蠢蠢欲动, 不过, 还是先说正事吧, 这几日, 老巫婆派孙先生四处打听谷先生的事, 林兰影说道, 这还真是要紧的事呢, 林兰思寸道, 她急了吧, 着急是已定的, 只是现在不知, 她是因为着急了, 还是听了什么风声, 总之那日格老太太受淡, 老巫婆没等寿宴开始, 就先回来了, 去门房说, 老巫婆脸色难看极了, 一回来, 就把孙先生叫了去, 林兰影促眉道, 听你这么一说, 我倒想起一件事来, 昨日, 我去邱大人府上, 邱家小姐分分不平地跟我说, 明珠在一众小姐面前, 说我坏话, 后来叫芷琴和什么舞阳郡主的, 给狠狠叫声了一顿, 舞阳郡主还特别嘱咐皇家小姐, 交友要谨慎, 以后谁家娶了明珠, 谁家要倒霉之类的话, 林兰回忆道, 这个裴芷琴, 有这么有趣的事, 居然都没有告诉她, 她天天都去裴家来着, 李明珠啊, 李明珠, 我不给你挖坑, 你就这么迫不及搭地自掘坟墓, 叫我说你什么才好呢, 你到底是不是扎爹亲生的呀, 怎么竟干这么些蠢事, 黄小姐, 哪家的黄小姐, 李明珠问道, 林兰想了想, 似乎是公布园外郎, 黄大人家的小姐吧, 李明珠恍然, 原来如此啊, 林兰好奇道, 你想到什么了, 那公布园外郎黄大人, 这几年贪末公款, 中保私囊, 家得倒是殷实丰厚, 对外只说, 岳家经营茶叶生意, 故而, 当初古先生就拿黄家做幼儿, 引得老巫婆上钩, 想必是那日葛老太太受担, 老巫婆问了黄夫人, 这才慌了, 林明珠分析道, 林兰不尽担心起来, 那对你的计划有没有影响? 那还不至于, 知道郑洁所在, 到时候, 古先生另找一套说辞就是了, 林明允闲闲道, 嗯, 古先生帮咱们的忙, 可别累得他吃了官司才好, 林兰很厚道地说, 林明允微微笑道, 哼, 怎么可能累他吃官司, 你也太小乔为夫的本事了, 这一次, 定要打击的老巫婆, 毫无招架之力, 咱们不仅要把我娘留下的铺面, 桩子, 全拿回来, 还要叫父亲, 也好好地放一次血, 父亲能替老巫婆收拾烂摊子? 他不会把铺面卖了, 去还债? 林兰深表怀疑, 哼, 放心, 京城里的产业, 父亲是不敢随意乱动的, 要不然, 御史台那些顺风耳, 一听到风声, 马上就能从中捕捉到蛛丝马迹, 而且父亲他也丢不起这个人, 他只有拿出自己的体积来补漏, 哼, 问题是, 他要补漏的地方, 可不止这一处, 李明兰冷笑道, 顿了顿, 又道, 父亲早就已经对老巫婆不耐烦了, 山西的事一旦发作, 父亲绝对不可能再容忍老巫婆, 老巫婆卷包负滚蛋的日子, 不远了, 李明兰长书一气, 等这日, 已经等了很久了, 我在想, 要不要给老巫婆添把柴火, 让他毁灭得更彻底, 李明兰沈笑道, 哼, 好啊, 你又有什么好主意, 李明兰眼珠子一转, 笑道, 哼, 你使了一招请君入瓮, 我也来上一招愿者山沟, 刘一娘不是有孕了吗, 我只要放出风去, 说刘一娘怀的是男胎, 你猜老巫婆会不会抓狂, 她若还有一丝人性便罢了, 若是彻底黑了心, 那谁也救不了她, 李明兰笑道, 哼, 你可得掌握着分寸, 别叫刘一娘肚子里的孩子遭了殃, 孩子是无辜的, 林兰弯她一眼, 我是这么没分寸的人吗, 李明兰裴笑道, 哼, 我只是提醒你, 水都凉了, 我得起来了, 林兰说着就要起身, 却被李明兰紧紧抱住, 在她耳边暧昧道, 我来给你加加温, 林兰耳朵一红, 撑道, 不用你这么好心, 你这个坏蛋, 第二天, 丁若言和林兰去宁和堂请安, 韩世心不在焉的, 春信来回话, 说黄夫人的礼物都准备好了, 丁若言神色未有异扬, 欲言又止, 韩世点头道, 嗯, 你让赵管事备好马车, 带我去给老太太请了安去出发, 林兰心道, 莫非老巫婆, 要亲自登门巡位山西的事儿, 只听丁若言轻声问, 母亲是要去公布原外郎, 黄大人家拜访吗, 韩世淡淡一笑, 是啊, 走过听说黄夫人身体不适, 便去探望探望, 林兰马上请求道, 黄夫人身体不适, 要不, 儿媳跟母亲一起去吧, 韩世正要回绝林兰的请求, 只听丁若言犹豫着, 嗯, 母亲, 儿媳以为, 黄家还是默要去了, 林兰和韩世据实差异, 丁若言在家中从来话不多, 今日怎得说出这样一番话来, 为何, 韩世奇怪道, 丁若言看看林兰, 又看看屋子里的丫鬟, 一副难以启齿的模样, 韩世心头一领, 莫非若言, 知道些什么, 却不好当着大家的面说, 面对林兰党, 你铺子里还要忙, 就先去吧, 林兰胡一阵, 莫非韩世去黄家, 还为了别的事, 既然韩世存心打发他走, 他自不好死皮赖脸留下听八卦, 只好先告辞, 林兰一出门, 里头的丫头也被赶了出来, 林兰故意放慢脚步, 等翠芝走过来, 小声问道, 夫人去黄家做什么, 翠芝小声回道, 似乎是为了表小姐的婚事, 林兰这么整, 这一下可算明白了, 老巫婆原来是想跟黄家结亲, 难怪那日舞阳郡主, 专门警告黄家小姐, 林兰嘴角牵出一抹冷笑, 看来老巫婆还不知道明珠干的好事, 要不然, 就算她脸皮再厚, 也没这个勇气上门去自取其辱啊, 丁若言呀, 丁若言, 你真不该拦着, 要不然, 老巫婆接日出门去, 肯定吐血被人抬回来, 许是韩氏最近被频繁打击, 有了较强的抗压性, 也许是这次打击得猛了, 一时回不过神来, 本来这事, 丁若言是不打算说的, 明泽也是这个意思, 省得婆母烦心, 省得公爹生气, 可婆母若是去了黄家, 这事怕是瞒不住的, 说不定还会受人埋态, 与其别人来说, 还不如他来说, 可现在说完了, 婆母却仿佛灵魂出窍, 是正正的发呆, 丁若言很是忐忑, 姜妈妈小声道, 大少奶奶, 要不您先回, 这里有老奴看着呢, 丁若言无声叹息, 这个明珠表妹实在是蠢顿, 在那种场合, 哪怕是一言有诗, 都会招来非议, 她还, 这女儿家, 最要紧的就是明省, 如今舞阳郡主这番 怕是早已传遍京城, 谁还敢娶她, 姜妈妈, 你也多劝着点, 有事速来禀我, 丁若言小声道, 哎, 老奴醒的, 姜妈妈恭恭敬敬地, 把大少奶奶送出了门, 屋子里静悄悄的, 姜妈妈也不知该如何安慰夫人, 夫人为了明珠小姐, 真是操碎了心, 可明珠小姐, 实在太不懂事了, 不但坏了自己的名声, 更是毁了自己的将来, 夫人这会儿, 该多心痛啊, 许久, 韩氏忒然开口, 姜妈, 你去把小姐叫来, 姜妈妈迟出道, 夫人, 您可千万别动气呀, 韩氏自嘲地冷笑一声, 事已至此, 我就算是气死了, 也无拘于事了, 明珠也知道, 这事儿肯定瞒不住, 当时只觉得气氛委屈, 回来后越想越害怕, 若是让爹知道了, 非得打死他不可, 姜妈, 姨母她是不是很生气? 明珠惶惶不安地问, 姜妈妈看着她直摇头, 怨叹道, 唉, 小姐, 别怪老奴说话不好听, 你在家里, 再怎么胡闹都行, 可您怎么能在外头胡闹呢? 您叫夫人怎么办? 就是想护着, 也护不成啊! 明珠委屈地嘟囊, 我只是听不惯 大家都快二表嫂, 她算什么东西吗? 姜妈妈头摇得更厉害了, 唉, 小姐呀, 说您糊涂, 您还真是糊涂啊, 得了, 您自己跟夫人去解释吧, 老奴是帮不了您了。 明珠害怕, 不敢进去, 可怜兮兮兮地问道, 姜妈妈, 我能不能不进去啊? 姜妈妈都忍不住想骂人了, 小姐, 您说呢? 还是瞅着地上跪着的女儿, 半天都找不出一个合适的词, 来表达此刻的心情, 如果一切可以重来, 当初怀上这个孽种的时候, 她一定毫不犹豫地打掉, 为了明珠, 她黑锅也背了, 多少气, 她都瘦了, 只是盼着明珠许个好人家, 平平安安地送出去, 这颗心也就安了。 谁曾想, 她这般能干, 把自己的前程, 毁得如此彻底, 如今, 她便是有通天的能耐, 也无法力挽狂澜了。 明珠呀, 这一次, 娘帮不了你了, 趁你爹还不知情, 娘替你寻个由头, 你先回老家去吧。 韩世面上带了几分倦意, 与生里透满无力感, 明珠确确地看着娘, 若若道, 那女儿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韩世目光陡然一灵, 呼吸也粗了起来, 冷声道。 你以为你还能在京城待下去吗? 莫说你只是李府的表小姐, 便是正经的小姐, 这京城中, 也无你容身之地了。 明珠身子一软, 瘫坐地上, 慌乱着。 娘, 女儿不光是与那舞阳郡主 口交了几句而已。 韩世瞧着这个不行式的孽掌, 真想一巴掌拍死她算了, 咬着牙恨恨倒。 口交几句, 你知不知道舞阳郡主是何人? 她是中国宫的嫡孙女, 是太后最疼爱的侄孙女, 便是我见了她, 都要讨好三分, 人家一点唾沫星子都能淹死你, 你倒好, 还跟人家口交, 你到底有没有脑子? 明珠泪眼汪汪, 抽气着。 女儿当时不知道她的身份吗? 韩世气得浑身发抖。 就算没有舞阳郡主在场, 你就能在一众小姐面前, 说那些没脑子的话。 那里面有哪一个, 不是身份尊贵的? 林兰好不好, 要你去争, 你去变。 为了那个贱人, 坏了自己的名声, 你可真有本事。 明珠哭得更大声, 心里也是很后悔, 当时怎么就没忍住呢? 哭, 你还有脸哭? 韩世恨道。 你回老家好好待着, 娘替你在那边, 寻云活风光体面的好人家, 你就安安生生地过日子, 再这般缺心眼, 没脑子的, 就只能出家做故事去了。 传出话去, 今年是大老爷武士整寿, 老爷和我展示都走不开, 就让明珠先回去送贺礼。 韩世果决道, 江妈妈应声, 看明珠小姐哭得伤心, 劝道。 小姐, 您就别哭了, 小心叫外头的人听见, 传到老爷耳朵里, 到时啊, 想走也走不成了。 明珠赶紧收声, 可哭得太厉害, 一时收不住, 整个人一抽一抽的, 看起来越发地可怜, 韩世又觉得心疼, 可实在不能再纵着她了。 索性, 闭了眼, 叫江妈妈把人带下去, 眼不见, 心不烦。 明珠边走, 边扭着头哭道, 娘, 您不能不管女儿, 您一定要接女儿回来。 回来? 回来嫁谁啊? 韩世一手支着炕疾, 扶着额头, 一手垂着胸口, 这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心里焦脆啊。 丁若言回为雨轩, 把事告诉了明泽, 明泽呆了半晌, 叹道, 唉, 这事, 反正也瞒不住, 若是先传到父亲耳朵里, 只怕更糟糕, 罢了, 也该让他吸取吸取教训。 晚上, 大家去招会堂请安, 韩世就提了让明珠先回去, 给大伯助寿的事, 李静贤寸了寸, 道, 大哥五十整兽, 按理, 我该回去, 就算我去不成, 或者明泽, 明允去一个, 可明泽若是过了历考, 就要再经后职, 谁知道什么时候, 走马上任, 明允就更不用说了, 刚刚升了职, 哪里走得开? 唉, 也只有让明珠走一趟了。 老太太道, 不如我跟明珠一道回吧, 出来也好几个月了。 韩世微一喜, 这可真是无心插柳了。 只听到老爷说道, 母亲难得来, 少说也得住上几年, 最好是不走了, 也好让儿子静静孝心, 大嫂临走的时候不是说了, 让母亲安心住在这儿, 大哥的整寿, 大嫂会妥善安排的。 再说了, 刘姨娘已经有了身孕, 母亲不是一直念叨着, 要抱孙子吗? 老太太又犹豫起来, 这最后一个理由, 的确充满了诱惑。